歡迎大家回到一分鐘四個式小教室 今天要來教你們是倒酒的部分 要怎麼樣倒酒才不讓你的酒意露出來呢 就是你倒的時候 哇 滴得到都是很難看 首先呢 專業的四酒師怎麼倒 就不需要任何的東西輔助好不好 有時候你手上面拿一個手布巾 就是擦一下平身 眉眉的拿給大家 你就很輕鬆的啊 然後你要為酒莊 起來 然後呢 起來 但是如果啊 你們還是會怕不熟悉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 紙幣片 就是你去參觀酒莊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都會送的東西喔 紙幣片怎麼弄 就是它捲起來 像這樣喔 你就很容易你在倒 不管你怎麼倒 就是它就自己在那邊停不住 它不會有什麼東西滴露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要說 啊 這種紙幣片我們家又沒有 又要花錢買 太浪費錢了吧 沒關係 這個我們就不要 你拿這個絲紙巾 像這樣 就把它對折 對折 再對折 折成一個長長形狀之後呢 你把它 像幫它微微筋一樣 你就幫你的葡萄酒微微筋 那你在倒酒的時候 也就不會怕它葡萄酒滴下來 因為我整個平時紅紅的很難看 這也是一個辦法囉 愛知人的一分鐘四個是小教室 如何不讓紅酒滴的動作四 就到這邊啦 掰掰